那么如果说刚才您分析了他修宪的这个态度低调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现在他还有一个更暧昧的表态 就是在不断的强化这个周边军事威胁这样一种调调 他这样的暧昧的态度背后又是什么意图呢 安倍晋三这个人就是修宪是他长期的政治理想 或者说政治原则理念 这个事情是不会变的 那么现在他渲染周边的军事威胁 比如说他出台新的防卫白皮书 不断的强调中国是日本周边的这个不确定因素 是引发担忧的因素 这些行为实际上还是为了之后 从长期来说日本修宪做一个前期的舆论的铺垫 就让老百姓把原本可以用于民生的钱转移到国防预算上 让这个日本建立新的所谓的国防军 行使这个集体自卫权 这必须让老百姓就是有一个基本的认同 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么安倍现在给老百姓的这个解释呢 就是说周边有威胁 他拿出的这个可以说这张牌就是所谓中国威胁论 所以他现在渲染的中国威胁也好 渲染的新的这个外部的紧张的环境也好 都是为了将来他长期的修宪做舆论铺垫和前期准备